字幕提供 那過去因為我跟中立院那邊有做那個專程的研究 當然過了就是在做關稻的電調查跟它的組織蓋上的議題 就是資金的研究 所以這部分都會有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在這裏是一個發一通的光會報道 我們就做簡單的一個分享 他們習慣到大概說在被學者李藝人 有一個人類學校李藝人,他被認為說道德復正教 因為說他們對這個中華文化的經典、三教的經典 還有儒家的觀念,還有入世之道來行出世的這種儒家的觀念 非常前面 所以他被認為是道德復正教 大概他的中教研討就是說他民國一六年多月 還被證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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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過去威權證證 這邊啊右邊 一段到民主 所以他跟一個叫日聯正中 被證證證證 對 路改外側 反車道 反車道 所以我講些太有電章 這玩意就是整個手底下 他就這樣好 到民主16年 十二月的時候 那譬如說 一貫道他不就類在清清宗教 但是如果說 大家講好在那邊看 他的根源大概 他可以最多 大概都講下來看 這是宋明 宋朝明朝 不是明朝 宋朝明朝 大概就宋明禮學 宋明禮學 他是主張三家合一的思想 所以一貫道 他是很漸進的三家合一的思想 因為 他在宋明禮學 正在合一的思想 可以 他在宋明禮學 宋明禮學 真是比較麻煩 那是人家出口 他在宋明禮學 他在宋明禮學 是假釋文化 他就是所謂的宋明上 做我們一個文化 好 喂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是說他是屬於這個去搬了一個庶民文化 那比如說像余英寺他認為說中國的宗教 中國的宗教他大概有在過去的分類 過去分類大概就分為制度化的宗教跟普化的宗教 理官道他是典型的那種普化的宗教 所以那早期他不用一貫道這個名稱他叫先天道 那證明你覺得他有兩個體系 一個叫學統體系一個叫道統體系 學統體系就是說他們把儒家的觀念拿來做學術研究或者是說出世當官 那道統體系就是說他們把儒家的觀念不但是在學術上或者是在當官的一個科考之外 他們希望用錯過儒家的觀念來改變整個當時的社會 最後的一個亂象跟政治的一個風氣 所以這個屬於道統體系 像王陽明和陸相夫啊 或者是就是說宗明理解像比較有名的派基學派就是屬於這個體系 他們就說像王陽明就這麼說 心極道道極極 他就把他就是說心就是本體 本體就是道統 就用很簡單的觀念就把它連貫起來 那這個道統體系就是姚鎮宇昌文文周公孔孔孔孔 那這個體系這個道統體系是被一貫道還有明天信仰它繼承 體承一直延續到現象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像如中神教體系 還有像十二堂的體系 它都繼承了這一塊 它都一樣繼承了這一塊的一個區域 那在一直到 像這個體系一直延續下來 他們因為他們 像我才知道 入化的宗教取經 然後慢慢形成他們的一個 靠著一個神學系統 宇宙論 形上學 那一直到第十五代主 就是一塊到第十五代主 就是王學一 在清末的時候 他把 宗明理學的體系像 體系像再放一個天 所以他們就只會講 禮天 氣天 向天 你去像 你去像這種概念 宗明理學的概念 後來被 也被併到一經裡面去 所以他一直到這裡的時候 就把它加成禮天 氣天 向天 所謂 形成他們所謂的三天三聖法 就是說 上聖 中聖 下聖 然後因為禮天信仰 他在駕馭文字的能力是很弱 所以 他們在詮釋這一塊的時候 他是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吳家裡面他講內政外望 所以禮天 氣天 向天 這種觀念就被形成說 內政外望 就是外在是公德 內在是 外在是公內在是德 所以說外公內德 然後形成所謂的公德思想 我們要做 我們外在要行善公 內在要修內國 所以形成這種公國思想 然後慢慢形成說 天 地 劣勢有點二分法 天地 英國 善惡 所以我們一看民間信仰 他在詮釋這一塊 他很簡單 他不被你講得太複雜 所以他的意義思想 他在講這一塊 他不太簡單 那這個 其實就是 所謂的一個 從獨家內政外望的一個思想 延續過來 那聖明理學 他被民間的教派提出了以後 他再過去一個 就是說 一份要體系 他是到15代主以後 他才形成這個名稱 就是說 他把獨家裡面 聽著講說 吳道義一貫之 這個名字把他定教 定教為一貫道 但是他 在這個 他講的 比如說 以前他們叫先天道 後來 就是說 有所謂的龍華派 我們現在 你看過期 我們說 太鄭齋教有 龍華派 曾經我們以前就問 那是空門的 還是龍華的 龍華 龍華就是所謂的齋教 齋教 那 龍華派他們就是說 他們 日稱叫大正 佛教龍華派 還有一個 金床教 這個就是屬於齁 屬於所謂先天道的體系 但是他最後留下來的齁 齁 留下來只有 這三個就是屬於先天道的體系 佛所 但是最後留下來 他 一貫道的體系 留下來 因為齁 因為 就是說 明天教派裡面 所謂 他的文字能力 現在文字能力比較弱 所以 到了第十七代主 第十八代主 張天然 他在大陸那個時代 明末慶祝那個時候 他考慮到說 你如果要普化大眾的話 你這個文字的深度不能太深 所以他有把它修整 修整以後 所以他的遺跡 教義 就比較簡化 簡化以後 所以他這 這部分 他是整個一個 把它普化出來 就形成我們現在一貫道的 這個觀念 那反而是 龍華派 他比較強調經典的研究 還有是 經常強調這個 專家經典的研究 這部分 文字的屬性 比較強的這部分 他就沒落了 那一貫道 他 他們這塊道桶一直 繼承 譬如說姚思雲 然後一直往下繼承 到第十八代主 就張天然 他把它現在改變 所謂的現在一貫道 就是說 在過去一貫道十七代以前 他們很強調清口 就是說 如果你要求道 求道的話 你要頂一千 就要頂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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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道以後 記得要伏七分吧 然後馬上要次數 練球前全攻 這個如果這樣說 不管上會有問題 那方向他把它改掉 改成就是說 你要求道 你不一定要馬上次數 然後你也不用伏七分 他就 就把完全如下的東西 用這個比較 自俗 住民大眾 可以接受的那個觀念 把它結合 那 他施定了這個 暫定國歸禮節 現在我們看到一貫道的 其他其實都是用這個 國歸禮節 那 商機場大概在民國 他16年去 然後他的太太 中衛免移成了他的一個稻主 但是他就不稱主施了 不稱主施了以後 六四年 中衛免去治 然後他們就政委就是說 好 以這些徒弟 再替主施也 然後一樣來辦道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貫道 主線很多 他是這樣來 就是說他們有十三組 十八支賣 但是因為 就是到後面的稻產的問題 所以他們很多單位 單位就是老前人如果去治了 然後比如說下面有兩個領導人 這兩個領導人 一樣會分家 因為這現在到稻產管理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各自努力 但是稻產要分開管理 因為現在最普通 對幸福要有一個交代 所以他現在的單位 會越來越多 那 因為他們組織局勢了 所以他們現在用老前人來徵 在他的教育這部分就是說 他們是比較主張迷人思想 也就是說 你可以問到 他完全就是 在網上都算幸福 他不求其他的 那他們有一個講說 我要往生理肩 理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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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惡炸共天國,趕到結紮來降臨 降臨的時候,因為人類自嘲自測 所以他這麼說,現在這個末節觀是倒極病降 因為結紮已到眼前,那這些陸天生某不能說重征服判 天地不能以萬物為毒狗 所以他們就這些陸天生某就發願寶庄下盤 或者派他的服務來渡這些有名佛子的時候 所以現在,爺大是來收紮惡人,但是盜是來救劫 所以他們認為現在是倒極病降,那他們有一個末節觀 他認為說,他既然倒極病降的話就要參討 他們參討輔度就是說,上渡和漢親手 他們認為說那些天界天忍心度,他不見得是拯救的 他只是還有他的福報,例是說天人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要上渡和漢親手,這些慶祝,這些天神就要給他渡 要中渡善男性禮,下渡幽命回溫 他們認為說現在是大開服務的時候 所以你看他們在渡自,他們渡自非常勤勤走啦 他們在做這麼一個事情的樣子 而且他們很重視家綁,家綁的人也就是到你家裡去拜訪 那這個體系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萬道的體系 所以如宗神就是昨天我們阮堂的一個體系,他都講這個觀念 他都講三條弧度,講莫節觀,講道解病降 但是因為他在人材質比較,他在評這個人材部分比較好 所以他是比較重教化 那比如說像我們昨天去的那個阮堂,如宗神叫,他比較重俗化 俗化就是說他用文字來俗化,那叫化他比重講來俗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吳慧堂的東西,就拜姚子君母 就是我剛剛講說,這個無神老母被胡同化以後就變成一個女神 就變一個姚子君母 那他這比較重崑道,是重女生,女眾的一個救度 那時候過去女眾很可言 那女眾沒有一個女神,在過去陳舊者,我們好像男生,以中國人來講 那他們在我都經歷一個女神來,來渡這些姚道 然後,所以她的女神的意義就是在,來救渡這些女性大眾 那這身的部分就是屬於這個,就是屬於這個,所謂過去,前天的道具 沒有想到後來的生意嗎 那姚道他們的道場合體,就是他們的繩子上之後 就是老賢人,不賢人,然後點完之後就說,我到底要點完之後 好,來,來給你點到這樣 再來就是,所謂的就是,再來一貫道他很強調,自助輕功 這個自助跟其他東西不太一樣 那其他中校,他不可以強調,那一貫道自助,從我到我都很強調輕功 他認為說,你自助才能夠黏這個大體 因為這跟他的莫結觀有關 那莫結觀認為說,人類因為千百年來這種高兵截 到現在已經完全這個劫剎 所以他們要互相的,一定要用輔助來管絕 然後人類要從輔助裡面開始修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學衛心思想 那我們等一下去這個叫光會,這個八一通的一貫道 這八一通的一貫道,他們很特別就是說 所以說,所有一貫道裡面只有這個八一通的這個體系 也就是說,陳大夫他們過一小時之前完工 這個體系是,在早靈國五年代、六年代 他就開始住大專院校的學生 在過去知識分子要求入信仰 也不那麼容易 尤其你在教育這一塊 中校不發達、資訊不發達 那他是,陳大夫開通的這個體系,他非常有眼光 他在每個大專院校設一個伙食團 然後就透過伙食團讓人家來發火、資訊 然後用很便宜 不管你有沒有信仰沒關係,你來不速發火 一方面可以照顧,一方面可以就近成全 然後用這個體系,他們在每個大專院校成立一個伙食團 而且發展非常成功 然後最逼照顧院校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們這個宗教的中流體育中間分子 那他們在過去也有發生信仰危機就是說 你過度強調,比如說服軟或者是藥俏這種所謂神機 那他們到港了發生所謂的信仰危機 他們的引導人就認為說,違機也是轉機 大概在民國六十八年到七十年左右 他們就認為說,那既然這樣的話 他們是在制定合他們的核心課程 所以他們後來制定了五年的課程 這五年的課程教育出來,有幫他們講是 他們未來的領導人員都是在這五年的課程教育出來 他們這部分是被一貫到的體系學習 他們學習說,那這個體系 你要從這個信仰面轉到那個思想面 然後他們從現在,他們從大專院校裡面 住這個伙食團也被一貫到體系學習 所以他們有所謂講學界跟社會界 我們比較有一樣像唐龍 那個張龍巴各很簡潔的社會 chatting 高雄義 persönlich大學 那 reco 大學 應該是那個唱辦人 那就是那個岡鐵業的一個總台 他也是一貫到的一個領iran資 張龍巴他也是一貫到的一個點單 這個是主義社會界 那南雙總老子他全部是在用學界 從學界裡面,不然我們現在慢慢發展所謂的患者移屬軍班 就是從一段到他的體域裡面發展基本 就是說,他本來從大專班,棉子,這樣的大專班 我們現在去到官位,如果我們可以能夠看到他上這個 但他現在的這個空間的使用,大專班已經不完全是用大專院校的使用 所以班的社會,他們大班也會在那邊 那他從大專班裡面延續到向下 就是任何說社會在改變,所以要向下發生高中班 那一直到所謂的青少年班,小天子班 然後他認為說,這個都會在改變 那既然一般道他本身用了很多的公共博士和家庭博士 他只是連結這個技巧來辦竹筋班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所謂的萬能竹筋大會、小壯年 從他裡面發展過,因為他從他的網路裡面 他看到整個社會變遷 所以他認為說,中國應該要推廣 然後從推廣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的教育裡面 讓小孩子能夠,而且竹筋他認為說 15歲以前,悟性好 悟性好、悟性好 那15歲之前,一樣讓他來竹筋 這個對他一個人格的一個培養 還有全人格的教育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他們就像下紮根 下紮根以後他在網上就發言說 臺灣面臨會是面臨那個老人化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就有所謂的青少年 就是大方發言上有所謂的一個長勤班 那他們等一下他會做拋勾的 就是他們會講到他們一個全球發展 整個一個全球發展的一個併作 那發言從者機關到像58隻 現在可能已經超過18隻 他23、5、4一個單位 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的鼓勢是最早都入大專業下 在民國六零零戰的一個國二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觀察 就是說為什麼在當時 每個大專業下都有辦法設一個伙食館 然後來發展就是他的一個主 所以在這批一張 就是說整個一個高等式教育的精英 他們做一個通訓的教育以後 他們把這個真正的優勤落實在分頭上 然後他們制服在接釋就是說 以儒家的一個思想 精神一套穩定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 精神一套穩定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社會面 做一個落實的一個工作 那因為之前我們去跟他做工夫的時候 他們還有想到他們裡面有一個經驗 還有他們現在全球發展一個併作 當時我們跟共同講的 我們本來就是把共同政 但是老公同政他也是一個領導單位 我個人是想說 像我們是一個中介人 他們找的一個單位應該是比較 比較上 他們的領導領域應該是比較上 這樣子他給我們的頁面也好 我們如果看到他的一個運輸體也好 也會看得比較爽 我們看到他是沒有去 就是說 他從領導以前那種所謂的上層社會 慢慢被民間教派聽之後 又請正所謂的一個下層著名化 這個過程裡面中間 中間他那個連結應該是要有自分 叫有自分 那他們也服完 那他們跟人家有服完 那他們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們看到他是 他是在這個宗教的一致對這部分簡化 團統他還保有一點點 就是說所謂的一個 團統的一個宗教管 那他跟團統教教的一致也不一樣 他是比較改變整個這種 那因為我用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如果我們一句的話 就是說 一般像 一般像 主義官道體系 軟腸體系 或者是這個 熱腸體系 我們都會用無家的體系 就是我們跟他用無家 我們 我們就說 因為每個方向他兩致不太一樣 那一般就是說 因為他們一個用無家的觀念 所以我們會用無家的理解 他們做 對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跟他們明日的 明日的無家做三居公 這樣 那無家的話就是說 今天他們有三個 三個簡單 簡單是就是說 你要求道 當你要求道 他們不叫拜拜 他們就求道 求道就是說 他們對求道的觀念 就是說 人化 人化 人你求道 過去你要求道的話 要三千公里發財 我們要分補圓滿 那 那所以你難道得到 高爭 瞭子 這個名詞 一個宗教儀式 那現在他們認為說 不要再開補圓 所以要先得後修 所以他們還是會透過一個求道的儀式 就是他們一個宗教比較特別的儀式 他們所有的儀式公開 他們學不共法 他們就是三個主要 那他這部分的話 就是保留 保留 保留他的一個宗教儀式 就是 除非你要求道 那不然的話 他們這部分 是不對外公開的 那我們去的話 那就是辦求道的那個 就是這個檢案師 才可以辦 他們這種檢案師 是上天淋全出來 以後 因為造成學問要很好 那如果這樣子 你長期在造成的那種手錄 然後獲得這個 這個前輩提法 然後獲得獻命 所以他們這種都講 就是 手錄獻命 神仙師命 律師傳道 在宗教的神聖心這一塊 他有這個 一個認知 那 那 雖然他們這個凡人 那就是 在求道那一艘那 他們就送他的獻命 那等一下 我們去他們有三個檢案師 三個檢案師 三個檢案師 這個 這個 會出來給我們做 差不多一個 一個介紹 差不多一個介紹 那因為 如果沒有 如果他人也沒有改變 一個限制 檢案師 那 他只會作為經理 就是 零經理 或是說 零檢案師 那或者是 一個行政 他們另外一個行政 他們 他們就是 一個精英 那 這個 這個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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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造物 運作 那 他們的老選人 呃 大夫 大概在 前幾個去 這個 來自重的 大概幾萬人 沒有媒體的報導 就是 他們在這部分的民進力 是很強 那我們 這種觀察就是說 這個 宗教 它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 其他現在 譬如說它有四個基金會 他們有 全部開班 所謂中間學習 這個是 我們去跟它 對話 跟觀察的 那我們 我們去的話 也是 譬如說 林經理 謝經理 然後 再來 鄭經理 那過去 它這個經理的名稱就是說 他們以前 這個名稱叫 但是 因為在 在國民政府那個時代 他們就把它列為記者 讓它發展 所以他們 警官司的名稱 就 就 就 這外就稱為經理 就是我們總經理 那個經理 那那個經理後來就是說 大家都 這個 奇怪那個通聲以後 後來就直接 以經理來 所以我待會 我們可以直接 就是跟他比如說 林經理 鄭經理 謝謝 那我 好 好 好 這多年的功力才能夠有這幾分鐘 這多年的功力才能夠有這幾分鐘 你看 這沒有啦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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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沒有接 沒分的 對了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就是說 其實他 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會帶我們到他們 他們那個 那個 觀音 他們有個好像 觀音 專門收藏很多 各 各 各年代的觀音 各 比較 美術館 那麼 我們等一下去那個地方 很有趣 我們 讓我們說 套坤的那個地方 是那個 他們 這個 一個類似就是說 那個 媒體室 媒體教育 可是 內動 整個建築物的下面 他有一個可以容納 一兩千人 一個 這一次就是像我們這種做店 王上臺那種 製品做 他願意開放給我們 他 他願意開放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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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neben 你看一下那種 他那種機勢 對著這種 這一種機子也 düny PYT 解問之...就是說 那個 你在道場要長期投入 對 然後這一點 fosse要被大家公過 你的道郵 這在道場 會學壽很快 大家 wear 再來就是說,我自己一定要勤勞 好,老齊他們昆照就擬燈 如果以照價來講,難得真空閒一個稱呼 昆照點是清休的,你結婚的話,他不可以做你的 那前照的話,他比較好危險 那既然他們環境,主要是它會是氣球為主要的一個重點 那每一個單位,他的發展 那所以我們發現這種點,他們會造的那個走路 造的那個沈見都非常不簡單 那他們的觀念有分開,就是修道跟半道不一樣 就是說半道辦得很好的人不見得修道覺得很好 修道修得很好人,他不見得有那個英雄照辦 所以他們很相信那間靈光,他發出非常精巧 不然有更精神的 那靈光就是說,他們很相信說 他在老型的人要老實講,我不要在網民上就要 很難怪,他們會造的犧牲,會造的犧牲 很正確 它是可以看到他全世界,他有這個特性 他們對那個前面的普通,對那天面的普通 就是說我們看到他展展在台灣,他民國在一起來台灣 甚至到大概60年代才開始發展出來 到70年代他們就講出,就是我在開放全世界 80年代他們以前的開放是怎樣? 就是說我全家已經到巴拉圭,那我就去開放巴拉圭 那他不是因為說在巴拉圭,假設說我要去到巴拉圭 不是說因為我在巴拉圭有新人,就是因為說我要去開放 所以我要移民 他們這個,就是他們的那種教育也是有很大特別的事情 但從這裡面去看到,就是在這過程裡面他們去選拔一下 對不對 選拔一下 好 好 他們的點兒是他們的內修,修緯都非常好 修緯都非常好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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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有人 對 對啊 一隻的人 一隻 放置 那下來 那收入很快 那你過來抱路好了 那你們在哪裡 補站多嗎 那我們在地 那我們等到補站多的時候 先來提一下 好 那你給他講一下 那你怎麼看出去 不是,我們就要往路了 你現在要往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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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要往右轉 你現在要往右轉 你現在要往右轉 你那邊直接過來就到了 你現在要往右轉 你現在要往右轉 COM 你現在要往右轉 可能如果那個時候 都要往右轉 大家要不要來轉 你現在要離開 對 如果他們那個時候不是吃蛋糕,叫做什麼人物,叫做什麼 他們在那裏邊說馬可能變久一點不讓餓了不讓餓餓一天 在那裏也不讓餓餓的,也可以接著 alwa dalofi 那麽一個票多多,這裏也有盡量貼那裏傀儡 一罐雅 喜歡這幾首atter 嘴巴 煩沉 我們現在要往方位的方向走 方位的方向他在那邊等我們 這個時候 那應該是七十五年,十二月正式充滿 這樣應該是七十五年,還是二月,解禁 我們現在要往右還是往左? 我們現在要停止,我們這裡上去,從哪裡上去 那我們要上去,我們要幫助 我們要幫助,我們要幫助 我們要幫助,我們要幫助 如何? 不用了 你會要幫助嗎? 不用了 剛才能幫助 感覺上去是幫助 打壓 走 你們做什麼? 當兵長兵的感覺 哈哈哈哈 看你怎麼叫錯的 他們自己有 他們自己有 他們是有 他們自己有 他們自己有 他們自己 INPEO 他們沒有進行的 他們那種 他們是這個 對的 他們他們 他們承諾 他們是這個 他們 他們 是這個 是這個 他們 是這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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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的所长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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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